你有帮我看成竞争对手吗 这真的会有这样想 不会回避这个问题 不瞒你说 我们最近还在参考你封面 我是永远保持对世界好奇的中年少女 这么中二的吗 天哪 鸡皮疙瘩 哈喽 大家好 听说有一位跟我差不多的参加博主 名字叫啥来着 李小冷不冷 最近在上海约了很多屋主来拍摄 今天咱们就突袭去他们的拍摄现场 去傻场子 今天就一定要捣乱 过会儿给他们一人买一杯奶茶 让他们品尝到奶茶的甜和工作的苦 还要买很多水果撑死他们 让他们无心工作 肯不肯啊 厉害吧 怕不怕啊 晚上我要请他们吃很辣的火锅 然后晚上拉肚子 明天没法工作 可狠了 咱们今天直接去探探小冷的班 带大家去揭秘一下 参加节目的片场和幕后 哈喽 哈喽 我这都没逛呢 我们也要去看一下 我都不知道我从哪儿出 哈喽 哈喽小狼小狼 他跟镜头长得一样 你比镜头好看 真的 但是他本人有点像模特 因为他很高 头发还是卷卷 好了不要商业胡吹了 我跟阿怪说 我说今天阿怪和小多 见到了两个关注的博主 一起在你家 装修的时候 看的最多的就是你们两个人 谁更多一点 谁更多一点 好好讲 好好讲 注意说实话 应该是小脸 不是 不是 我看你这边 他看房地产的多 看地产网块 我全部看过 怎么办 哈哈哈 奇怪的胜负欲 哈哈哈 你做了多久 我很好奇 之前还有一个号 可能老粉知道 就是专门拍板块 其实那时候我只拍了一两期的 这么多 20年初了 所以你做的比我早 对的 对 嗯 我心里多 哈哈哈 不不不 这个收藏费解一下 我走了 今天奶茶也没有了 火锅也没了 对 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辛辣的问题 我今天真的是来打场的 你准你真的认真写的问题吗 哈哈哈 现场想 好吧 我是有准备的 哦 也没有 哈哈哈 好吧 你们先忙 好的 我们现在在下面还在继续拍空间 我们去瞧瞧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拍的 然后阿怪家是两楼 他家的地下室特别好看 哇 看 非常梦幻的一个空间 很神奇 我也是第一次以第三人称视角 看一个探家的节目的拍摄现场 这里打游戏超爽 他们工作爱 我在旁边打游戏 他战绩才不是 战绩 而且打断效果特别 俩都是混习的老玩家 他来探午班 他已经音无主在打游戏了 两个男人还能聊 还自在 他跟我的省私学员的家属 可聊得来的 每个来聊都是游戏 特别是跟男家长 对 而且他们每次 这个就是一个家属区 他们每次来听到说 我打到十周末都很羡慕我 老 真的很厉害 你们知道打到十周末是什么概念吗 哦 是什么概念 很厉害的概念 就齐聚囊囊有好多好多衣服的感觉 那我盖到了 齐聚囊囊我也在关注啊 一个开放世界 一个新打IP 送那个 外部那个 我跟他们聊不到一次 突然有了一种代沟 你不玩游戏吗 不玩齐聚囊囊囊 下次带你儿子来 我儿子可能跟你有共同话题 我没办法 这个备份是不是 赚我便宜 你占个便宜 占个便宜 吃药 我们去拍广告 来 广告 我看到了什么 我居然火捉到了李小伦他们拍商单的真实现场 我的天哪 哦 耶 拍完了 完蛋了 这种情况都被他记下来了 干嘛都需要灭口啊 出不去了啊 操场等 你觉得这件事我平时也没少干呀 我也很清楚啊其实 大家都知道小伦的节目呢 他的特色之一就是 他会找更多设计师跟业主一起去采访 或者是做更换 中间那位就是阿怪他们家的这个设计师 他们现在就会进行一个最后的采访 我有一种顶点的感觉 你看一下后面这个 哎 导游 导游 我是导游 我在旁边解释哦 对 就是还需要一个 化身体的 所以那个时候跟张业老师碰面的时候 说一个李小伦的确定 不想接 不是 离不开家 不算缺点 这个时候呢 很容易笑喘 杀青了 点了奶茶 奶茶给你们灌饱 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多辛辣的问题 你为什么叫六娃 哇 这个问题真的是 很无趣啦 就是 葫芦啊 比这个更无趣 因为我在我奶奶家孙子杯里面 海航老六 就叫六娃 对 那真的 是不是很无趣 我觉得这个名字最重要的是 是记得住 对啊 那你的名字也很好记 奉劝大家想做自媒体的各位 起一个 大家记得住的名字 大家吐一点的名字 比如李小伦不能 比如说杨六娃 本娃 是吧 这种名字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 对 这真言瞎话 小伦不能哪里吐啊 杨六娃 哪里吐啊 真是吐啊 你到底是在哪一边的 我的名字明明就很文艺好吗 你家主他们好嘞 戴老师 啥事 你好孤独 我刚刚跟他说 我说我原本是走温婉路线 他笑了好久 你跟我说一下你在笑啥 现在看小冷的节目 就是很开心啊 然后你跟屋主聊得很open啊 嗯 开心只是个外壳 但是我们是有深度的 对 但是跟婚娃两个字都没有 没有一点沾边吗 没有没有关系吧 就是我做着做着这个节目发现 为什么他们给我的标签里做了个搞笑 你给自己的关键字是什么 关键字 嗯 我是永远保持对世界好奇的中年少年 这么中二的吗 啊 我说天哪 鸡皮疙瘩 啊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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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有啊 你就很正经啊 你又说自己建筑师 自称为建筑师 什么叫自称 我本来就是了 半路提通跑路的建筑师了 是因为觉得太辛苦 很卷 而且是西洋产业 他觉得建筑师是西洋产业 这个行业内的人都清楚了 行业内的人 大家都是这样觉得 如果你不是真的热爱建筑学 我建议你不要重启这个行业 今天最尖锐的原来是这句话 最近看那个新动的Alpha是吧 Alpha4和弄读高拉上的 我跟你讲现实很残酷的 嗯 真的很残酷 养不过自己的 养不过 我认识的很多建筑师 到最后要不回起来 然后最后都是开发商送套房 这么厉害的吗 不好卖的 你知道现在已经变成了买方市场的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就很难变现了 你有把我看成竞争对手吗 这么辛辣的问题吗 竞争的 我们是不是到辛辣问题环节了 这个前面聊的都没意思 我跟你讲 真的 有没有哪一刻觉得 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说实话有了 嗯 但是仔细思考过之后 其实没必要 因为这样一个家居的领域 或者是家居长视频 这样的一个 赛道 在我们刚开始做的人 其实非常非常少 现在慢慢多了起来 但是我觉得他未来的空间 还是很大 嗯 就特别是尝试频 坚持下来就不容易 啊 客套 你今天怎么这么官方啊 我没有 我想象就以为我们真的能 嗯 好啦有有有 这说实话就是我其实我跟代表是经常讨论 哎呀这个小女生说句 哎呀挺好的 约然好高 然后哎呀我们怎么能做到呢 那会有这样想 我不会回避这个问题 不瞒你说 我们最近还在参考你封面 哈哈哈 哎呀我最近的封面怎么那么无聊 不行 来同志们发道群 看一下六娃最近的封面 你最近封面都很丰富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把这个当成竞争了 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进步 然后大家能够一起把这个载道或者这个生态内容做得越来越丰富 那有没有你想要去的up 然后人家不回你思纪 小女拍过但是是怎样 就没给你拍 谁啊 我忘了 李小琪啊 哦对李小琪 哈哈哈 我昨天还 站出来 哈哈哈 我私信过你的 哈哈哈 是评论还是私信啊 发理邮件 check一下你的邮件好吗 哈哈哈 哇这种时候真的 好爽 哈哈哈 有这么强的好胜心吗 那怎么办 我就想探一些机密了 有没有后面的内容规划的打算 哦没有 就账号怎么发展 没有啊 没有哎 没有 哈哈哈 走一步看一步 你会想那么远吗 其实 但是我自己会想的大的内容 就是其实我们确实是在传播设计师的 我这个也是做节目的使命感 钱是一兜堂给的吗 哈哈哈 但是如果业主吐槽这个设计师 没问题 其实我呈现的时候 我会问你们遇到的一些 就是问题 或者是你觉得哪哪哪 他给你弄翻车了 或者是设计师自己觉得哪里 其实可以更好 因为我觉得没有完美的 放平心态去做装修 因为我遇到过一个私信 就是他装修完之后他抑郁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正在装修 我就特别能理解他 然后我装修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天天吐槽我设计师 就即使是我希望我给大家呈现的 不是完美的东西 而是我会告诉大家 我设计师也有给我做歪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很高级吧 我真的超级想做一个装修冤种吐槽大会 拉打牙进行吐槽 吐槽设计师 吐槽业主 甚至吐槽另一半 吐槽开发上都可以了 挺好的 对 我觉得你好闲 你有那么多时间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吗 我不休息的 你不休息的 非常尖锐的问题来了 你做起休息 这次出来工作整整十三十四天 满满的每天都有工作 我就休息半个月 你都不出来工作 因为我要陪小朋友 对 所以我要是回去 我就会全身心的再换回那个妈妈的角色 所以说我还蛮羡慕你的 对 无牵无挂 就是你角色还不多 对 我印象也有很深 就是你采访过很多丁克的家庭 包括我也有采访过一些 那你觉得丁克的这种状态你会羡慕吗 就是我们其实是彼此交流的一个过程 就挺有意思的 丁克的那个我也羡慕 我会觉得你们可以随时看电影 想走就走出去旅行 一到星期六 你们躺着说出去干嘛 但是反观我自己 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或享受当妈妈的一个人 对 我非常喜欢跟我的小孩们在一起 我先就看我老公带他们出去什么钓鱼摘草莓 然后他们就发很多视频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满足 你知道吗 就觉得生活就是应该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就是享受这个生活状态的人 但我会羡慕他们自由的那个时空 我会羡慕说他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说走就走去旅行 我还遇到过那种就是出国去留学了 夫妻俩 我也会很羡慕 因为有了小孩之后你会很固定化某一些生活在一个城市里 但是可能对于我和我先生来讲我们的共识就是安全感就在这一块 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很安稳的在这一块生活 平时消遣的时候会干嘛 消遣游泳 打游戏 刷手机 看我的节目 看那么多啦 硬要往回kill 很多参加节目我其实蛮少看的 我自己的节目是自己剪的 我每次剪我要看一二十遍 甚至更多遍 我还要看我就受不了 健康的情况下应该是找个人一起去弄 现在的确很难招人 所以你能反对 蛮好的 小姑娘会剪视频吗 已经开始这样了 你有想过签公司吗 就是公司帮你去满足这些 没有 如果说我公司签你呢 不考虑 这么斩钉鞋铁吗 主要就是不想被说服 你的更新频率是多久一次 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 你也是一周一次 你是周几更新 我们经常同一个时间点更新 你知道吗 是这样子的吗 我大概就周五的十二点 或者说下午五点五六点 我有的时候周五 有的时候是周六 我不一定 所以我们经常撞持 因为我们俩更新时间差不多 所以我经常看到 就我这边粉丝在那里留言 李浩乐同时更新了 你们俩 甚至最夸张的有一次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那还是同一个甲方 谁啊 电饭宝 苏博尔 我们拍移动的家 同时放 要同一个甲方 但甲方很开心 甲方有眼光 对 甲方我们俩都投好吧 选一个选一个 就是立马就 不干面很广了 就是 各位爸爸可以两个人都投好吗 大家是一样的 你要结尾了吗 差不多结尾 也没什么好奇的了 我们聊了 也没什么好聊的 其实 你干你的 我干我的 大家都 就那样 对 错了 累了 差不多吧 是你们想看的UP主合体吗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是吧 因为你的眼里心里都是我 对 他刚才说你的缺点了 但你说的也太官方了吧 什么 离不开家 爱笑场 谁不爱笑 笑场是一种笑话 笑场是很正常啊 对啊 那肯定不能说真的 他一个是就是有真的 没有 对 只是人无完人 怎么会没有缺点 来试试六娃的缺点 但是太多了 谁敢说可以 你好孤独 孤独啊 但是六娃真的比视频里要高 要帅 小冷的真实的皮肤 真的比视频里面要好很多 你们调色师下缸 到我们这边聊 啊 你再三连 关注李小冷不冷 关注杨六娃粉娃 下次去广告 还能去小冷家看你 完了 我家真的翻车翻了很多 我最喜欢翻车的 我跟你讲 感谢大家的收看 六娃也想要回家了已经 他已经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聊了 没有 我过程还想请你们吃火锅了 哦 这样吗 嗯 这种也进不去 哎呀 怎么办呀 我好想请你们吃好贵的火锅啊 洋房火锅人均好几百呢